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请教蔡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各位 这个收心了没 这个我们放了五天廉价 当然有人连礼拜四 礼拜五都把它请掉 因为还有六日 所以他可以放九天 但是不管如何 台湾股市没有让各位失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历经的签 应该是说惊涛骇浪 台湾股市收盘了 给你小跌57点 我相信这是最棒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 因为该涨的涨 应该跌的也跌不深 除非你真的是很倒霉 或者是你不研究产业 各位对不对 不然的话应该这种格局 尤其我盘中十点多跟佑达连线 我就讲2100亿 收盘2067亿 不敢讲准到报 但是真的很接近 这叫专业的水平 那不管如何 明天礼拜五 到底你要怎么样趋吉避凶 锁定一言心帮就对了 日安我的好友 希望你收心 收价了 你一定要看懂盘面 因为这样才跟趋吉避凶 能够挂上号 否则的话 你就是瞎着摸象 好运的话 你就赚到一点小钱 坏运的话 赔钱 是会天天赔的 各位 来 今天早上我们遇到的 惊涛骇浪 当然就是这个 这个叫菜卖会 我觉得这很难听 我觉得就是美台关系提升 好不好 那当然我们经管会主委 就去立法院咨询 那人家就问他 那他有讲说什么 台股的冲击呢 经管会主委讲说 国际政治不可能没有影响 但是影响大小 不是他的学能可能评估的 讲这句话真的是水准 真的是博士级的一个回答 非常好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我能够研判的 但是呢 唯有产业选股 你才能够正面迎战 各位你再来看看 为什么蔡老师跟你讲说 重盘外资卖 但是面对的是政策护盘 你看 经管会主委 他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他已经交代政旗局周边单位 密切的一个观察 目前内部也在讨论中 不方便对外公布 那就对了嘛 所以今天的一个盘是 小跌57点好不好 那为什么蔡老师跟你讲说 其实这个盘外资是卖的 是不是美台关系拉台 或者是正面提升很好 各位外资圈不会这么想 有时候他们将本求利 他们心肠是很坏的 为什么 我们的新台币今天是扁 而且不应该扁 各位台币今天贬值 而且贬得很明显 早上的时候贬得六分多 那为什么我说不应该 因为今天早上的美国股市震荡 是因为整个盘面引导到 美国可能会衰退 美国的一个衰退 所以说美元走落是必然的 再加上升息 现阶段最热 不要讲说最乐观 因为最乐观就不升息 就是最差最差就是联准会最后只升这一码而已 就结束痛苦了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美元会不会走落 当然走落 所以今天早上美元指数跌破102 最低来到101.415 那美元走落台币是不是应该走强 结果我们的台币走落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外资在扯后腿 是吧 所以今天互盘互得很好 外资圈怎么想不重要 但是政策怎么想你一定要知道 各位 今天早上面对的 道琼涨 但是科技股都跌 这我刚刚跟各位说的 所以涨到了什么 防御型的传产 美国股市跟生技股 非常明显 那亚洲股市其实也没好 包括南韩也是开低走低 日经也是开低走低 所以我们的一个台股 其实各位你不要去想的那么的糟糕 因为今天跌57点 日本韩国都跌 而且我跟各位说 我认为美国股市是人家在操控的 华尔街在操控的 高档他就放音 那低档他就放歌 各位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控制我们就不在话下 那我认为有关键性的一个参考性指的 指向德国跟法国 来 德国指数在两天前 4月4号刚创波段新高 15736 这正面嘛 法国也一样 4月4号 一样是近期新高 虽然没有过高点 但是很接近 7399 之前高点7401 所以德国法国的一个股市在走强 我认为和情和理 整个全球的一个景气复苏 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那你看美国通膨降温 所以升息接近终点 所以有学者就说了 可能最差最差 就是后面再调一码就喊停 他是讲说可能5月份就升一码 6月份就暂停 对不对 是 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蔡老师不会去讲我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 我一定客观的跟你表现 现阶段市场上人家怎么想 还有这个什么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认为5月3号不升息 目前几率是52.5 好啦 那升一码是47.5 就在这边伯仲之间 但是不升息 高达这样 那我是认为5月3号如果他不升息的话 全球股市都会往上推 因为解除大家 应该算是一年半的痛苦 各位你知道 所以说这种东西可以正面期待 那台湾股市今天最低 因为我们这国际政治就不说了 说了什么都错 因为我也不晓得你喜爱什么颜色 当然也对我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跟我的学能 我没办法评估 借一下金管会主委的花 我给你评估你喜欢什么颜色 那也不关我的事 最低的时候跌了134点 那最高的时候变成只跌51点 那尾盘只跌57点 很棒 各位真的很棒 所以今天算是有效的跌式收敛 所以互盘互得很好 这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 上礼拜五3月31号 收季线收月线收周线15951 波段新高9个月新高 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上礼拜五在这边 开高震荡15951之后 尾盘还是跟你小涨18点 这还是一样 正常的一个看待 我跟你说的没有错 你看上礼拜五外资连续三天买 虽然我和怀疑这三天买的是假外资 因为新台币没动 这上礼拜三四五外资买的这三天 有可能是假外资 但是也不重要 反正台股涨就好了 但是你看今天新台币马上就把它贬值上去 所以说纵使今天这一些外资稍微微幅 降温一下 我认为也没关系 关键是投信 投信大家想说老师 这个季底作帐结束之后 是不是就不完了 3月31号投信再买7.45亿 所以告诉你投信后面不缺钱 因为政策会给他委外代操的钱 那当然控制台股幕后的黑手是什么 我跟你讲的借券 你不要不当一回事 这才是真正控制台股后面的大魔王 上礼拜五台湾股市小涨18点 借券大回补68844张 已经连续6天回补了 所以台湾股市上礼拜五创 9个月新高是不是合情合理 对 整个的一个3月份 借券只微幅增加43万张 原先是高达70万张 有效收敛 那你看八大行库 上礼拜五创9个月高点 如果他不要让你去碰1万6 他大卖台股也合情合理 他也没卖 八大行库只是小幅调节2.16亿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不管如何总统出国去 大家皮要绷紧一点 这是当官员内心的共识 对吧 来看看个股 上礼拜五美国晶片法案 台积电不认同 台积电有很多委屈 是为了台湾人吃的委屈 大家要支持他 但是这一些东西为了申请补助 要怎么跟美国政府谈 我们会去追踪 好不好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 也不是很舒服的环境 对不对 所以委屈他了 上礼拜五3月31号台积电压缩 那你看今天 台积电报价动涨 加量回馈 车用晶片 Intel的车用晶片 Adas的一个晶片 转单三星 这都不好的 苹果M2的一个晶片也减产 一二月暂停生产 三月份恢复五成 也都牵动台积电营收 都不好的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台积电今天 526 最高531 尾盘收530 也跌不下去 互盘互得很好 为什么不好 是不是 那要怎么样引爆 我不知道 我不晓得台积电有什么利多 但是起码有的话要拿出来 4月20号法说会 下下礼拜四 下下礼拜四 要加油 法人关注资本支出 跟先进制程 不管如果台积电影响台湾 太沉重了 所以台积电要加油 台股加油 你买不买台积电 说实在不重要 好不好 台积电不要跌才重要 因为跌的话 新智的一个劳退 你去领退休金 也会少一点 实情是如此 你自己去看 三星减产记忆体 这个是最关键性的行动 这是在上礼拜五 我跟你讲的 对不对 我说上礼拜五 多空多空 每天都在 叫你做错方向 然后大户收集了 一堆记忆体 对不对 结论呢 收集好了 放利多 南亚科 投资价值浮现 外资调高平等 目标价 这80块 你认为很容易吗 你看看 从48块3条到80块 这个研究员 是吃了秤夺铁的心 当然不准的话 就换一家就好 这个我也讲了好几年 也不说了 来 那 连南亚科上礼拜五 就是收波段新高 对不对 是不是 收665 高点67 对不对 有没有买 注意看 上礼拜五 3月31号 长假前 外资买 连续两天 投信买 连续两天 自营商连续两天 有买 完真的 完真的嘛 对不对 好 今天早上 我为什么觉得 更是完真的 今天晚上 我们面对的 就是每天的新闻 尤其财星新闻 在讲美光美光 对不对 中国政府 要抓美光开刀 美光也笑一笑 他在中国部分的营收 只占10% 他如果真正要找 美国企业开刀 像那个高通站的20几% 就完蛋了 各位 你知道吗 所以美光自己很好笑 因为他上海办公室 才就裁掉了 各位你知道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看今天早上 记忆体明明 消息面是利空 对不对 工商时报跟你讲 三星减产 记忆体封测族群 红了 正面迎战 经济也在跟你讲记忆体 照道理 如果总编辑有看到时事 应该要闪掉 没有闪 再讲记忆体的好 得出结论 我当然认为 这个是跟美光 十足联动的 个股叫南亚科 南亚科今天尾盘 小跌一毛 我再跟你讲一遍 在台股休市的这几天 美国股市四天的一个开盘 美光总共跌了9.6% 跟美光完全十足联动的是我们台湾的南亚科 今天才跌一毛钱 导播辛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免得说蔡老师啊 自己在讲说南亚科 跌一毛有没有看到 66.4 有没有看到 上礼拜五高点是不是67 是不是 是吧 有没有 好 你再注意看 南亚科我就不说了 已经匹吉泰来的个股 你还怕利空吗 我话只点到这样 其他我不说了 就是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 你觉得他还会坏去哪里 懂意思了没 来 美国股市生计股今天早上 4142点进期新高 注意看哦 宝瑞是蔡老师上礼拜四跟你讲的今天尾盘也创历史新高 好像是809块吧 宝瑞 他上礼拜四是839 但是虚线收最低 今天呢 在关紧闭的时候还给你收盘价创新高 公司派是不是做多 好来咯 上礼拜四你看到宝瑞他在走墙啊 走历史新高的一个格局 你想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讲说 我想到电子股的高价股已经有人在出货了 那一些资金要往哪里摆 就是生计股 蔡老师没有讲这句话 而且蔡老师跟你讲说 这一些高价位的一个资金测出来 他当然要找高价位的进去 是不是讲这一档个股叫1795的美食 这都是礼拜四盘中跟你讲的 而且这都是十足的证据 那时候258块大盘涨83点 我再跟你讲美食 有没有 平盘 这样够分量吧 今天的美食注意看 今天的美食涨停板276最高272.5 尾盘收269.5 也涨了超过了一个8% 这样棒不棒 是不是近期新高 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 你是不是马上就验证蔡老师的专业 回来我再跟你讲红海的事 各位 红海到底怎么看 所以我讲的所有的东西 各位 如果你还没加入 蔡老师赖生活圈的记得 赖有一个好处 官方推荐就是合法的一个公司 蔡老师公司这边 你搜寻品风大中华 记得点击订阅 你按进去就好 这是官方账号 你知道吗 不是私人 也不是个人的 你会进来蔡老师的一个玄关 这边是所有捐赠台湾各地的 各地方政府的富康巴士 你就知道安心 所有的服务在这里 好吧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业太黑也是凉业 台湾要下雨了 雨再大也是甘露 希望越下越大 不要再缺水了 大股时代的来临 各位大股已经连续打全A打了 回去美国职棒之后 依旧是全球的明星 不过他不是16号 他是17号 蔡老师是16号没变 所以说各位 2023年要怎么样投资股票获利 记得一定要枪在手 一定要跟在蔡老师旁边走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回来 注意请蔡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一言星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来 时间有限 来 静一下 蔡老师刚刚跟你精心准备的红海怎么看 各位 不管如何 你一定要向外学习 要快速行动 你才能够节约人生的成本 缩短成功的时间 蔡老师邀请你 还没加入的赶快加入一下 能够跟未来的获利直接挂上号 来 刚刚跟你讲的一个红海 各位 因为它在年假期间宣布了3月份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鼓励你 因为今天不用涨到红海 各位 真的不用涨到红海 这是香港的一个红海的一个子公司 富志康集团 0028HK 今天最高的时候涨了17% 7个礼拜的一个新高 有没有庆祝的行情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生计股 对哦 红海的生计股是哪一支 台康生计 30亿的嘛 你起码要尊重一下 人家没有再挑那种一两亿的 好不好 有没有 有吧 台康生计也是近期新高 有吧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红海集团的一个反应 是正向的啦 那不管如何啦 还是要退回到 你的原始的一个什么 原则性 就是要产业选股 蔡老师跟你讲了2376的一个技嘉 对不对 那时候跟你讲技嘉 四大产线权力初级 那时候101块 技嘉跌1块 今天的技嘉 大盘跌57点 他再创波段新高 最高138 是不是 来 5388的中 这3月1号跟你讲的 那时候中磊85块6 5388中磊 有没有 中磊今天96块7 已经要来挑战100块 一样是波段新高 是不是 6139的亚翔 联电的协力厂商 这无成事 对不对 联电在新加坡 200亿的工程 全部都在收益 38块5跟你讲 有没有看到 是吧 联电有没有 亚翔联电有吧 38块5 今天的亚翔 50块8 营收双针 波段新高 是不是合情合理 是吧 群联 各位 记忆体模组 当初跟你讲 群联的时候 368 今天的群联最高402 收盘价是再创 波段新高 上礼拜五高点 403.5 所以包括双红也一样 3324 163 今天已经飙高到229.5 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啊 你看看 莲勇 300块的莲勇 今天的莲勇441 是不是 续付 86块 今天123了 各位 你看86块 续付 浴火重生 匹吉泰来 86块3 今天123 4119续付 生计股 所以各位 希望你一定要为明日的获利 提早做准备 成功啊 不会突然而至 一定要日积月累 蔡老师邀请你 2023年 要怎么样投资台股获利 一定要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一定对哦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一支 各表家账券 欧不当支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大仅供参考 特别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选择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